今天中午去哪裏吃啊? 你發辦啦,我也可以啊 附近那麼多間餐廳 就沒有間你想吃嗎? 就是因為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吃什麼好 心理智術,感情攻略 Hello 大家好,我是Luli 今集跟大家探討的話題是 為什麼選擇越多就越痛苦呢? 剛剛的對話,我想大家都不密身了 有些人甚至每天都生活在選擇困難性之中 為什麼越多選擇,我們反而越難抉擇呢? 我們曾一度呼喚自主的選擇權 甚至用叛逆來宣告自己的決心 但當選得夠多,甚至超出預期的時候 我們所獲得的不是自由,而是困惑和束縛 這是為什麼呢? 對於選錯了的恐懼 美國一間大型基金公司 曾就員工退休工資的投資 做過一行調查 調查的結果是 介紹的基金總數會增加10個 參與的人數就會下降至2% 假如提供5種可以選的基金 參與的人數是100 當提供50種可以選的基金的時候 參與的人數就會剩下90個 為什麼呢? 當我們面對50種可以選的基金的時候 總是打算選擇的是最好 怕做出錯誤的選擇 感落決定本身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當斷斷反受其亂 選擇越多,反而越受折磨 機會成本 是指決策過程中面臨當項選擇 當中被放棄而價值最高的選擇 又稱為替代性成本 機會成本作稅 即使經過幾晚的不免和掙扎 終於作出了個決定 而實中 唉,如果當初選了這個 便好了 這樣的抱怨 你聽不少吧 這個就是 機會成本在作稅 在選擇面前 為了得動某件事 我們要放棄不選擇那件事 當我們面臨多項選擇的時候 每個選項總會有吸引我們的價值所在 即使我們所做的選擇是英明的 是正確的 選項越多 轉發的機會成本就越大 就越容易令到我們的懷疑和後悔 作出了選擇 期望落差 曾在一幅漫畫裡見到 如果你想要得到某件事是好些 那就回去以前差的時候吧 我們對某件事的價值來確定來源和其他東西去相比 我們選得越多 對比的選項就越多 期望得到的 也就會愈地愈完美 而事實上 有得必有實 沒有東西是可以完美地配合到我們的期望的 期望的落空 也都令到我們增加了對抉擇的困惑 由選擇帶來的滿意感 也都有所降低 歸因理論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之一 是指觀察者由其他人的行為 推論出行為、原因 因果的關係 根據有關的訊息和思索對行為的原因 進行推測和判斷的過程 自我歸因 我們難免會有選擇錯的時候 對選擇很少 甚至只有一個的時候 我們更容易把原因歸咎到環境、機遇 在外部不可控制的因素上 那我就沒有過錯了 而當我們面對充足的選項的時候 如果選錯了 我們只可以將原因歸咎到自己身上 所以選項越多 就更容易造成自我歸責 從而對選擇不滿 那怎樣避免在選擇中糾結呢? 我們要對可能存在更好選擇的假設 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這個是錯的 我們經常都會幻想著選擇背後 代表著兩條不同方向的路 在自己選擇那條路上面 經常都會好像充滿著驚激和坎坷 而在自己未曾踏足過那條路上面 經常都會幻想著明媚的陽光 和柔和的風景 請永遠記住 任何一條路上面都會遇到風雨 也都會遇到陽光 試著改變你的關注點吧 我們要做出的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而不是一個完美的選擇 完美主義經常很容易會看到選擇背後的漏洞 而正是這些漏洞的存在 而令到選擇變得不再令人滿意 請記住 完美並不存在 利閉總是相依相傳 試著欣賞自己的選擇 你的選擇就是最適合你的 要認識到選擇 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 或者是你作出選擇的那一陣 兩個原本對等的選項變得不對等 這個尤其是在投資方面比較常見的 要說不後悔 那是不可能 容因自己的後悔 同樣認識到這種變化的無償和規則 床不是你 木耳承修 不如期待下一個轉彎怎樣 今集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